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7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Sydney 王愚赫 我是秦鹏 在总加速师的带领下 中共的加速主义正在国内外 继续的扩张和发酵 但是也遭遇了连串的反击 在国内 文字域越来越没有底线 中共的铁拳 近日把一个90后的 澳洲女记者打成了抹黑新疆问题的女汉奸 而一个年仅15岁的男孩 也被 以侮辱元帅对名抓了起来 但是这个报道 新疆的女记者徐秀忠 却淡淡的回枪 作为一个人 我不能袖手旁观 在国外 中共战狼外交也是接连碰壁 全国人口仅仅有两万人的小国 怕牢的总统脾气变大了 不再接中共外交官员的电话 中共的中东准盟友 土耳其也受不了了 约见了中共驻土大使 表示不满 另外美国也放狠话了 说准备跟盟友讨论 抵制北京奥运 那我们看到川普也发生了 中共绝对不敢像对待拜登那样对我 是 那这都是我们今天会聊的话题 但是进入正题之前呢 我是想要分享 今天看到自由时报的一则新闻 真的是把我给逗笑了 标题是说到底穿啥不辱华 中国实况主连换三次衣服都被指辱华 是自从新疆棉的事件持续延烧 中国就开始抵制洋品牌 那中国知名游戏实况主PDD 他最近在开实况的时候呢 身穿的衣服就被粉丝提醒说辱华 那他一场直播呢是换了三件衣服 每换上一件都有辱华嫌疑 那荒谬的画面是笑翻不少人 还有人说可以看出PDD的求生意志很强烈 那么现在呢 只要是被小粉红贴上辱华的标签 就会被疯狂的抵制 那么近期拒绝用新疆棉的风波还在燃烧 很多名的艺人呢 为了保全中国市场 也纷纷跳出来和相关的品牌切割 那我们就放一段PDD的这个视频来看一下 巴黎是家辱华还穿 啊 是我这个衣服吗 我这个衣服辱华吗 那我去换了好吧 我不知道 我差不多都是别人买什么我穿的 我都给自己买衣服的 啊 这个衣服辱华吗 真的假的 这个没事的吧 这个 啊 你们他是在故意搞我吧 他现在是去看一下 他这个衣服的牌子到底是不是真的乳华 然后一查发现还真的乳华 睡衣 睡衣都没事的吗 他说这个穿这个黑色裤衣啊 这啥都没有的睡衣这个就是 蛇皮优衣裤我怎么可能买优衣裤的吗 就正常的那种睡衣啊就没有牌子的那种 啊 不是什么H&M包就粉丝请他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是优衣裤的或者是什么的 H&M的会不会是他就在检查这个牌子 那所以这个视频是非常有意思 所以首先呢他是穿这个巴黎世家的T-shirt 那观众呢就跟他说他的粉丝就跟他说这个是乳华 那他马上呢就换一件换成这个季凡希的T-shirt 然后呢又被说乳华 然后后来换上了另外一个德国品牌耶乳华 他最后呢就换上了一件黑色的素T 不过呢这个全素的就全黑的 还有人要他检查一下这个标签 是不是H&M或是unicool的 要再三确认没有乳华他才开始游戏 那我今天看到这个自由时报的小编就po出这个新闻 然后说全裸是你唯一的深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笑 是那我们呢来进入今天的话题 过去三周呢就是刚刚看到的也是个例子 国际制裁在新疆犯下的种族灭绝罪的中共官员 所以引发中共官员就号召抵制H&M 还有耐克这些国际的服装品牌 那最近呢大陆网上又出现了数篇文章 是把矛头指向了一个90后的澳大利亚华裔记者许秀中 文章是大骂许秀中是叛国女汉奸 或者还大骂她是妖女 那说她是这波新疆棉花事件的始作俑者 那文章里边是怎么说的 嗯 许秀中呢先介绍一下 她是一名澳洲战略公册的研究所的研究员 她也是一名澳裔的华裔女记者 她之前是揭露一些新疆的人权问题 那3月29日中国的网易新闻就刊出一篇文章 标题就指控许秀中说她叛国 还说呢她是90后的女汉奸 把她描写成一个2016年就被澳大利亚智库选中培养的一个汉奸 成为抹黑中国的一枚棋子 那还攻击说她的私生活混乱 说她不感恩父母呀 又在几年内交了好多名男朋友吸毒这些 对 不过其实熟悉中共斗争历史的人很明白 就是中共呢喜欢把他打倒的这些人呢 扣上道德败坏的帽子 比如说呢之前呢就是国家主席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就被挂上这种破鞋 然后什么坏女人这种牌子 这样中共其实就可以大打出手了 他们说什么话这样的话其实也就不被重视了 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 是 但是呢真正的有思想的中国人一定会去了解 这个新疆事件新疆棉花还有集中营事件背后 到底是隐藏着什么样子的罪恶 那也是为什么中共要一直攻击这一些人 那为什么他不敢开放互联网都是原因 不然呢他们这一些事情呢就都布光了 对 不过我们的观众应该是很好的 就是大家都是来渴望了解真相的 所以呢我们就来谈一下 那么4月1号的时候呢 这个90后也就是说到现在也不过台 不到27岁的这个华裔女孩呢叫许秀忠 她呢罕见的在推特上以中文就回应了 连日来的对于她的一个抹黑的行动 她重申呢自己会继续报道维吾尔人的这种遭遇 因为已经有超过百万人的这种维吾尔人 被送进教育培训中心 她写道 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教培中心的根源 是汉族主导的政府 对维族人和文化的彻底摧毁 在我的价值观里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且占尽优势资源的汉族人 不可能袖手旁观 当然新疆问题的本质并不是汉族和维族的问题 而是中共压榨不同民族和信仰的问题 那在大陆呢中共先是通过文化大革命 摧毁了汉族人的传统文化 现在又把黑手伸向了维族人藏族人等等而已 不过呢作为一个生活优越的汉族女孩 许秀中能够这样子去自我反思 不被中共的贴标签手法给迷惑 还是很了不起 对 他还说呢是2017年的时候 他了解到新疆大规模关押维族人时 他那时候是22岁 正在墨尔本大学呢 政治媒体专业在读大学 这个客渝呢他就给后怕 也就是说你其实能看出来 因为其他的主流媒体对这个人权问题缺乏关注 所以他无意中的话变成了一个 这个世界的一个英雄 是 其实只要会英文的人搜索一下 就知道他写什么了 然后去一一核对的话 就不会去相信中共编造的那些谎言 那2018年呢 他加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之后 是数次 数次都自己掏腰包到阿德莱德 访问当地维吾尔人 在2019年呢 他就发表了一个纽约时报的文章 就是说维吾尔人被送去教育转化之后 发生的事情 那他在中国的家人呢 就开始被骚扰 还有被恐吓 那他是写道 他是说 当时国公司使用这些维族的老公司 这和中共这一次攻击他的文章 给他扣的帽子 说他抹黑新疆棉呢 是没有关系的 对 他在推特上自己也说说 这星期呢 我被指示 造谣新疆棉的幕后黑手 这么大的帽子 我真不敢戴 他说呢 一 我根本没有写过新疆棉 我写的是强制劳动报道 在这个制造业 那么二呢 过去一两年中 无数其他学者和记者 都写过维族人被强制劳动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呢 国际社会各国政府 才能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制裁相关的公司 拒绝进口相关产品 第三 他说 中共的这个新疆棉 那个实际上是一种混淆式听的做法 事实上呢 许多这种服装公司 电器公司 医疗用具公司 甚至食品公司 都涉及到呢 用新疆人做强制劳动 这个问题比新疆棉要深远的多 嗯 那他还说就是因为 他揭露这个强制劳动的报告 才导致2020年的时候 网络上就用这种 别角的机器翻译的英文 制造视频抹黑他的私生活 前几天大陆网络对他的抹黑呢 也是拿这个视频来抹黑他 对 其实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 说这样的这种 然后的话呢 他用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 在中国国内网络上去抹黑他 是 那还有跟许秀中很熟识的一个 澳大利亚的华裔艺术家 叫做巴丢草 他就告诉德国之声 说像许秀中这样子年轻 而且在海外很有影响力的年轻人 很容易成为中共抹黑的首要目标 那他是说许秀中的人生就证明 即便一个人长期在中国的体制下 接受教育 但是他们仍然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潜力 而中国年轻一代这样子的转变呢 正是中国政府最害怕的 他还说中共这种抹黑私生活的做法 在西方是行不通的 因为人们会更加去关注和了解真相 所以效果上 这看起来实际上中共这种无耻的对待中国人权的这种做法 还有呢 低级的这种呆当抹黑的手法呢 硬生生的把一个这种小女生打造成了一个勇敢的女英雄 这恐怕是中共想不到的 他也非常勇敢 那另外呢 也物极必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呢 是一直存在的 那另外我们看到另外一则消息 是在中国文字域也再度的升级 咸阳有一名15岁的青少年 他最近呢 是因为侮辱元帅的原因被逮捕 那这个是在4月4日 中共咸阳网安巡查执法的一份通报是显示说 这个15岁的男青年 他叫做网名叫做果成大事 他被举报发布不良信息被处置 那果成大事他的涉事微博发表是在3月16日 他的内容是说 女权超话支持北京天安门 为什么只挂男生的照片 集美们一起把他冲了 开国十大元帅没有一个是伟大的女性 全是狗囊人 想不通当时怎么通过的 其实我觉得这只是说呢 这个十大元帅里边没有女的 对吧 他是看起来他觉得女性更伟大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15岁的这种男孩 还属于这种崇拜妈妈这样的一个这种年龄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单纯的一种看法 那但是呢中共现在就是维护所谓的英烈的 这样的一种做法也能够看出来 其实已经走火入魔了 绝对不允许的话 是向这些年轻人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是 那不止这件事情 中国大陆最近因为网络发言获罪的案件 也是越来越频繁 在这之前3月15日 北京警方就发出通报要通缉 中国地产商潘石屹之子潘瑞 就是他的儿子潘瑞 这个潘瑞呢是涉嫌侮辱死亡的解放军士兵 其实潘瑞就是 潘石屹的儿子潘瑞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不算这种侮辱烈士 他实际上当时是在质疑中共掩盖中印冲突中 死亡的解放军的这个人数 他当时说呢 至少一个营地被印度活埋 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当时还做了一期视频 对我们之前节目呢有一期就在讲这个 那另外呢看到4月1日 一个网民叫做海空卫士 他也被指辱骂烈士亡尾 侮辱烈士的遗孀也是被刑事拘留 那另外4月2日还有一个报导 是说河南网民人称国骂哥的陈绍天 因为在互联网上暗奉时政 被中共当局以这种侮辱丑化国家工作人员为由 判刑了一年两个月 中共检方是指控他在2020年3月到2021年1月期间 自拍视频在推特上发布 那说差其中50条是叫做炒作中国国内的热敏感事件 攻击政治体制 侮辱丑化国家工作人员 那还说他的言行是严重损毁了国家形象 这个叫做天革 他在推特上叫天革 他的这个就是推特的话 我其实见过很多次 他其实也就是说在中共每一次很荒诞的 这些官员们干了一些丑事之后 他就会录一段小视频 然后去嘲笑一下这些官员 而且他到最后的时候 他往往都会有一个那种招牌性的大笑 他因为他留着那种长长的胡须 所以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玩 所以他其实做的我觉得比较含蓄 他并没有特别出格的这些事 就是像搞笑视频这样子 那还有4月6日也有一个诚信网民也被拘留 警方是说他这个网民使用很多个账号 连续发布侮辱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言论 所以最近是看到好多人都是因为这个网络上的言论被逮捕 那最近是不是感觉文字欲不断的升级 还是其实一直都有 中共的文字欲一直在有 不过就这两年其实明显看起来在升级了 我觉得这跟就是中共2020年之后大瘟疫之后 是 那个时候中共就是民众对中共越来越不满 这个有关系 所以中共开始害怕了 害怕了 对 而且的话我们也现在看到了 中共是在疯狂的吞并这种私人企业 包括马云 还有这个马化腾遭遇的这些 对吧 还有呢就是习近平在国内是加剧 向这种文革方向倒退 在国际上呢是大眼战狼外交 所以中共是越来越害怕是民众嘲笑他 所以呢现在就是用这种文字欲的方式 试图用暴力的方式把它给压下去 是 那另外呢说到这个战狼外交 真的是连很多的爱国青年都受不了了 3月19日的中美会谈 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就对美国代表 那时候他是说 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教训的意味是很浓厚 那这个战狼外交模式呢 是受到了一部分中国网友的欢迎 不过呢才过了没有几天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又说了一句话 中国网友呢就不领情 是大力的吐槽 最后网站还不得不关闭查看留言的功能 对这个我们经常要把这个中共外交部呢 把它叫成断交部 那么就是断交部王毅部长的话 他最近又说了什么金句 让这个中国网络又沸腾了 所以你给大家说一下 这是在3月31日到4月3日期间 王毅是在福建 先后接待东南亚五国的外交部长 就是分别为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还有韩国 他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 他说中方不认可这个世界上还有高人一等的国家 也不接受世界上的事只能够一国说了算 这就是他的金句 对 看起来他实际上是想说这个美国对吧 说你们听着 现在中国共产党强大了 已经能跟这个美国平视了 所以呢国际大事 中共也要参与说了算 对 但是中共网民呢 中国网民就不干了 在网上就炸锅了 网友是在微博呢就讽刺说 这句不认可高人一等 听起来呢是很讽刺 因为中国国内的特权阶级和社会就是严重不平等 那还有网友呢是说 双轨制什么收取消 特工什么收取消 还有人说在中国 谁人开车入紫禁城 谁人追打交集没事 谁人死刑都能出狱 谁人可以花钱买命 那还有人嘲笑是说 王部长的义和团是外交团队 近十年来通过四面树敌八方出击 终于达到了朋友少敌人多的目的 那这是因为这些中国 网友猛利吐槽 所以网络上的大量留言呢都被迅速的删除 凤凰网也关闭了查看评论的功能 没想到就是说战狼这种宝剑 看起来也是把双人剑 越来越多的网民呢实际上是受不了中共权贵阶层 打了平等的幌子 然后高人一等 那么网民不好忽悠了 对 那现在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民众不好骗了 就跟我们昨天的节目中谈到立陶宛和六个中东欧国家 勇敢地面对中共一样 国际上也越来越多的国家是不肯买中共战狼外交的账了 那其中最新的一个案例呢就是帕劳 那帕劳呢也叫帛琉 他的总统呢是叫魏树仁 最近呢是刚刚和这个美国大使一起访问了台湾 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呢有谈到过 这个是1979年就是台美断交以来呢 首次由美国驻外大使呢访问台湾 帕劳总统魏树仁和美国驻帕劳大使尼约翰都对中共非常的强硬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主角呢是帕劳的总统惠树仁 他是一个硬汉 他是透露去年大选期间 中共官员是为了阻止他跟台湾来往 所以给他的手机狂打电话 打了16通 那他是说他后来再也不接了 他说中共官员直接的告诉他 要断绝跟台湾的所谓非法交往 那他说他之后都不接这些中共官员的电话 那中共外交官的话呢 直接去教训别的这个国家总统候选人 包括后来的成为总统 然后什么叫非法 从这个外交上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无理的 但是呢我们看到是4月6号 就是帕劳总统挥树仁呢就对法新社公开说 他说就算最后只剩我们和台湾站在一起 我们也不会改变立场 因为台湾一开始也是这样支持帕劳 上次他在台湾的时候他还说 不会在任何人的霸凌下选择盟友 尤其是不会被中共胁迫 对尽管北京方面对他施加压力 但是惠树仍然坚持跟台湾友好的立场 跟我们昨天聊的立陶宛很像 都是小国家可是都不屈服于强权 对那惠树仍然还说呢 自己对中共的不信任 一个呢是来自于中共上层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 一个是来自于他亲身的感受 他说中共外交官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态度非常的傲慢 那我们还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帕劳之前的 中国游客人数是爆炸性的增长 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 中共是突然对帕劳施加这个经济压力 禁止中国人到帕劳旅行 那惠仍然是说中共这样子的做法适得其反 让帕劳更加的认识到了中共的胁迫 他还说呢这就是他们撒尔的例子 那惠仍然将这个中共的立场概括为得寸进尺 你为我就是他说对你为对中共做了一件事 那我就期待你呢做第二件第三件 对所以他其实很认识到中共拔护政权的本性 就是下跪一次你之后就要再跪千千万万次 对而且他还说呢1999年就开始这个台湾就和帕劳建交 他就不仅仅是一个盟友 因为帕劳岛上呢原来的住民呢是南岛人 那么他们的祖先在几万年前说遍布全太平洋 他说因此呢他和这个台湾人 他就是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历史 是 惠仁还说呢疫情期间其他国家对台湾的同情也增加 说台湾是一个自由国家民主国家应受到尊重 作为外交盟友不能弃之不顾 嗯大文艺是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事实 还有包括台湾的防疫成功 当时呢也是做了很多的这种捐口罩的事情 那都让很多人呢不但是看清了中共的嘴脸 也看清了很多的事情 是这样对 那看到另外一个对中共战狼外交不买账的国家呢 是土耳其 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两则战狼外交风格的推文 是引发土耳其全民不满 那被土耳其的用户灌爆骂 fan 土耳其的外交部更是直接召唤中共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绍斌表达他们的强烈不满 对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4月6号的时候 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在推特的官方账号发文就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国际接受而且不容争辩的事实 然后又发了一则推文说呢 中共中方呢是坚决反对 并且是强烈谴责任何人或任何势力 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方呢保留做出正当回应的权利 他这两则推文实际上是又爱他了一下 这个我们讲说土耳其两个主要的 在野党的重要的人物 一个呢是民族主义政党叫做好党 这个党政党的这个党魁 还有一个呢是首都安卡拉市的市长 这是另一个政党的这个很重要的人物 对所以他是标记了这两位土耳其政治人物 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因为这两位人物呢 在前一天就是4月5日的时候呢 就维吾尔人八人相起义31周年纪念日 就是发表了推文就是支持维吾尔人 那中共大使馆的推文呢 就是对这些事情做出回应 其实以前这样的事情 中共是会很少公开去批评的 因为从外交礼仪上来讲的话 一个是不是很适当 另外一个呢 中共实际上他习惯于或者喜欢 私下的去收买或者做工作 但现在来看的话 中共其实是越来越喜欢 就公开的去怼他们 就是看起来的话 甚至他去怼这些政府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呢 他因为是在那去骂法国的这些人 结果被法国外交部给这个召见了 是 胃口被养大了 但是呢其他国家呢都不买账 那我们看到呢土耳其的网友呢 就在中共大使馆的推特下面留言 是说你要从家中带走 土耳其政党领袖和市长吗 那还说你是要把这两位关进集中营吗 那还有人说像座大使馆 不要像黑手党好吗 还说这里是土耳其共和国不是香港 那还有叫他们遵守外交规则的 看起来对他们的这种斥责 还是很多的 那中共大使馆它是4月6号晚间呢 它就成为这个土耳其推特 最热门的话主题标签之一 那么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两则推文呢 发出了8个小时之后 其中的一则就已经是超过了8000个这个留言 那么留言的内容大部分也是批这个中共大使馆 是违反外交礼仪 然后跨越了红线 嗯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一些都是被骂翻了 中共大使馆在社群媒体的发文引发不满之外 土耳其外交部也为了这件事情还召唤了刘绍兵 这个动作也很罕见 因为两则推文的话 其实挑动了是土耳其的敏感神经 因为从我们叫人种上来讲的话 土耳其和就是维吾尔人 他们在种族上都属中国的原来古老的这种叫突厥民族 那么在语言和宗教上也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中共在新疆对维族的迫害 那么在土耳其社会 其实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土耳其呢也被市委维吾尔人逃避 中共迫害的这种避风港 就估计现在应该有这个五万多维吾尔人是住在土耳其 嗯所以土耳其就非常支持维吾尔人 那也都会谴责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暴行 土耳其外交部就在2019年2月的时候 就发过一个声明是痛批 说中共这样做是人类的严重耻辱 那还说超过100万的维吾尔图厥人呢 被任意的逮捕 在集中营和监狱中遭到酷刑和政治洗脑 已经不是秘密 但是其实从过去的这一段整体的 我们说这个外交史上来看 土耳其实际上是不太愿意得对中共的 所以他们公开上来讲其实很少去批评中共 但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就是召见大使 这种做法来讲其实表明说 就是中共的这种战狼外交 让土耳其呢也受不了了 嗯 那么4月6号的时候我看到是有台湾学者就说 杨洁篪们的表现就很像这个大清帝国末期的这个朝廷的官员 那么这个学者认为呢说大清帝国末期 朝廷和各国列强呢有强调就是说很多的这种谈判 最终呢发生了很多这种冲突 根源上就是因为朝廷把这个他们执政当局的颜面 置于呢整个国家利益之上 嗯嗯 所以呢最终才导致了这种悲剧 那么这个学者就认为呢说这个 他们现在的中共这种思维 实际上的话跟清朝的末年的 这些官员们几乎是一样的 这样会把中国呢置于这种国际政治的危险当中 是就是做什么事呢 还是得看一下别人的反应 别人都是反应都非常的不好 那就不能做在为所欲为 嗯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谈到的呢 最近对中共很强硬的就是美国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他4月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他说考虑跟盟友联合起来 抵制2022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 那这是不是很罕见的强硬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呢是还蛮惊讶的 对 东交易会的话是在明年的2月4号和 2到20号在中国北京的话举行 那么之前一段时间实际上我们看到 白宫还有国务院发言人 他实际上多次被问到说 是美国会不会参加 那其实当时都没有答案 所以昨天的这个国务院发言人呢 他这个回应是美国政府呢 是首次的对表态 说要和盟友那么还一起考虑这种 抵制行动 嗯 那普莱斯呢是说 美国会讨论这个联合抵制行动 这不只关乎美国的利益 还包括盟友和伙伴的利益 不过普莱斯呢 他也说美国还没有做出决定 他事后还发了一个推文补充 是说针对北京冬季奥运会 美国还没有任何的宣布 但是会持续的跟盟友伙伴 密切的咨询资商 确认共同关切的议题 建立对北京的一致态度 对有人说是普莱斯在否认 但是呢昨天我看到 英国的金融时报 他援引说是美国盟友的 这个高级官员的话 他说呢是拜登团队在会谈中 确实有多次谈到过联合体制问题 但是呢没有进行各种专题的讨论 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在讨论过 这相关的这种话题 那现在国际上呢也是很多 要求要抵制北京奥运的呼声 那美国的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 罗姆尼呢他上个月也是投书 纽约时报 说中国共产党镇压香港示威 迫害维吾尔族 还审查媒体跟公民 不应该要让北京还能够借着 东奥来展示自我 但是呢现在更换场地已经来不及了 他说所以因此美国应该要 从经济和外交层面去抵制 这个奥运会 对罗姆尼呢他又表示说呢 这不代表的话美国不派运动员参赛 因为让运动员的话呢 承担是美国反对中共大陆的结果的话 他觉得对运动员来讲不公平 那他也是非常务实 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他是说这次的冬季奥运会呢 除了教练和运动员 美国民众不应该要前往北京观赛 为中国大陆增加活动收入 那美国公司邀请贵宾观赛 也应该要留在美国 他说呢这个网 这个力网受邀到现场观赛 是美国外交官还有白宫代表团 这次不如就由美国总统 邀请中国大陆异议人士 宗教领袖和少数民族人士 代表美国观赛 也就是说呢 接下去很可能还有很多的那种选择和变数 而且我们知道罗姆尼的话 在这个美国政坛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也就是说 因为他大家一直把他视为这种RINO 对吧 RINO就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 也就是说实际上他某种意义上是代表 或者是民主党的一部分人的这样的想法 政客的想法 所以的话我觉得接下去 还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变化 当然从整体来讲的话呢 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到冬奥会嘛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看起来的话 各国政府他不着急做出这种反应 而且在1980年 我实际上昨天查过 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65个国家 包括中国也没有参加 就是苏联的这个1980年的这个 就是莫斯科奥运会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1979年的12月24号的时候 苏联用了十万大军侵略了阿富汗 所以呢当时是这个美国也是和盟友们进行了很多很多次的磋商 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工作或者处理 包括当时在费城搞了一次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下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会 然后让这些运动员进行这种比赛 所以其实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他很可能在接下去还会有一段时间的这种酝酿和发酵 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现在恐怕还不是结果 我们还得继续看 对 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件事情 那另外呢 我们现在看到对待中共 其实真正强硬的呢 还强硬的还是川普 因为包括我们刚刚看到普莱斯的发言 他都是要拉盟友一起 可是川普之前呢 他自己一个人就是勇往直前 就直接在反中共了 那川普周二 就是四月六日他接受Newsmax采访的时候 他说中共绝对不敢像对待拜登那样子对他 他还说他的对手和竞争者们对他的政府很尊重 是不敢公开贬低美国代表的 对这是大实话 因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 我们看到中东的伊朗 叙利亚反对武装 还有胡塞武装 印太的中共 包括朝鲜等等的话 其实都表现出来蠢蠢欲动 对那川普尤其呢就是提到那个三月中美最高官员 在阿拉斯加会晤这件事情 他说呢中方官员居然在美国本土 当着媒体的面对美国官员高调发言 他说中国呢从来不会像对待拜登的代表那样 对我这样说话 他们在阿拉斯加对我们的人这样说话是很糟糕的 对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上呢 我们看到这个严洁篪 一个人在这开场中就讲了15分钟 对吧 还会远远的超过了说整个原来规定的两分钟的讲话 而且还跟美国呢扣上来说一种像网络攻击 然后说不代表全球民意 然后还有大规模屠杀黑人的这种历史 我不知道在哪有大规模屠杀黑人的历史 等等就是你说印第安人的一个大家有争议对吧 黑人大规模屠杀黑人是没有这样历史的 但是就是这种做法来讲的话 其实在川普时代这绝对不可想象的 对没错 那川普呢还在这个采访中是批评中共在过去几个月的公开侵略行为 包括对台湾的威胁言论 川普是说你看看中共 他们的船只遍布了各地 可是呢我在任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威胁 对中共的话近期是在加剧对台湾 日本菲律宾的这种挑衅活动 派军机呢频繁扰台 还有这个到菲律宾那地方的话 部署了两百多艘的这个渔船 因为中共操纵了其实 然后还派了这个辽宁舰号呢 是六艘军舰 实际上是通过了日本冲绳岛和这个宫古岛之间这种海域 所以看起来都是很明显的一些挑衅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太平洋司令 联合情报中心的前运营总监 他叫做卡尔舒斯特呢 他就表示说这是中共在试探拜登 而美方的回应呢 将决定中共的下一步的这种试探 所以美方的回应就很重要了 当然拜登上个月在新闻发布会上 被问到美中关系的时候 他也说他会让中共在南中国海 还有其他地方负责任地遵守规则 负责任的遵守规则 对那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在几前的节目中也讲过 说中共现在在印太这个军事 这个方面的这种对中共的态度上 看起来呢是拜登政府在去 叫做川规败匪 就是还是在遵循就是川普时期的一个做法 是 不过呢现在我们看到说 中共如果说一旦对台湾动武 那么美国会不会就走旁观 那么世界其实还是希望呢 是拜登政府有一个更清晰的这种表态 没错 而且我们当然也在观察 当然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大事 就是美国的叫做麦肯恩号的这个驱逐舰 是通过了台湾海峡 这应该其实也是表明说 美国对中共侵占台湾的一种反抗的一种态度 嗯 那川普的这个采访中呢 还提到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 他是提醒说要让这一些敌手 尊重美国的领导人 尊重美国这个国家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看到 拜登在处理这个台湾问题上呢 应该是比较还在 比较几手再去放置 就说3月2号的 3月中旬的时候 我们看到白宫发言人说呢 朝鲜和美国已经一年多没有接触了 对吧 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 小胖子对川普是又爱又恨 当时我们还之前还做了一些节目 谈到呢是金正恩和拜登 普京 习近平等等的 他形成了一条叫做比试链 对 相互的话看不起 然后的话 这么形成一个圈一样的 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当时也是受到了这个 我们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个好评 大家反映说挺有意思的 是 那所以川普这个言外之意呢 就是说现在拜登太软弱了 让大家都不尊重美国了 所以其实大家都非常希望看到拜登强硬的表态 对 接下去呢 怎么发展的话 我们其实也会持续的跟大家关注 然后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 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是聊到非常多的内容 包括这个澳洲华裔的女记者 她被中共呢 现在是批评为汉奸 还有这个中共 中国文字域再升级 15岁的少年呢 是涉嫌侮辱元帅都被捕了 这个一个90后一个00后 都这样子遭殃 那另外呢我们还聊到说 中共的战狼外交是一直遭遇到滑铁卢 我们聊到了帕劳 土耳其 还有最后我们聊的美国呢 都不吃这一套 不吃中共战狼外交的这一套 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进最新的时事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节目 那明天见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谢谢大家